台湾方面距离台湾2024大选还有七个月 当地的电子媒体最近一项民调就显示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 秩序率逆袭超车蓝绿成为了首位 而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排名调到了第三位 现在对此侯友宜就说了 选举其实就很像马拉松 各自有各自的步调 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承认近期遇到了问题 要整队再出发 根据台湾电子媒体一项最新调查结果 柯文哲支持率首度领先 较5月增加议程至33% 不但高出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3% 更比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领先整整10% 不过当被问及感想时 柯文哲仅以笑容回应 并在节目上称民调数据仅供参考就好 侯友宜同日表示 选举就像跑马拉松 有自己的配速 一定会坚持到底 国民党选情拉响警报 党主席朱立伦坦言称 最近的确遇到问题 不过蓝营团队将重新调整 再次出发 定可获民众支持 而对于国民党换将传言 朱立伦坚决否认 凤凤卫视综合报道 指数换分道 指数换 指数换